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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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藏开我 举手 享有神之众成羡 当我们藏开我 举手 享有神之众成羡 当我们藏开我 举手 享有神之众成群 当我们藏开我 举手 享有神之众成群 当我们藏开我 举手 享有神之众成群 是赞美之权 每个泪的心切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跟第十六章的两节经文 很短 但是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二续节 以及十六章的三十三节 如果有的话可以翻开来看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我们看第二个经文 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三节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们来祷告 亲爱天父 你知道我们所活的世界充满了许多的不安 所以你说你要留下平安给我们 主 我们相信今天在这个时刻 你要把你的话语告诉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因着明白你的话语 我们可以得着从天上来的真平安 能够胜过这个世界 所给我们的挑战跟压力 谢谢主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请坐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一个题目 就是超前部署的平安 那为什么我会用这一个题目呢 等一下你们就能够了解我为什么用这样的题目 其实在我们一生中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最大的渴望都是平安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可是事实却不是如此 我们看到很多的事情发生 就以新冠肺炎病毒席卷全球 我们可以看到带给许多的人不安 因此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候 学会怎么样得着这个真平安 那台湾因为有超前部署的防疫措施 所以在全球疫情的肆虐之下 我们仍然享有平安 所以你会发现这是我们的福气 就是因为有超前部署的防疫措施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没有平安 我们去哪里都是非常的不安 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使用超前部署的平安来讲 因为耶稣他知道人生在世 必然会遭遇苦难 所以他为我们预备了超前部署的平安 所以今天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你们不要害怕也不要担心 因为我所赐的平安跟世人所赐的平安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会发现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的背景其实是非常让他不安的 因为他接下来就要面对被钉十字架的 那个极大的痛苦里面 圣经上告诉我们 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被鞭打到全身血肉模糊 惨不忍睹 他被羞辱到完全没有至尊的地步 他被他所爱的学生抛弃 否认 背叛 出卖 真是情何以堪 但是他却没有活在这样的一个 致哀致怜的里面 没有怨天尤人 他没有说我留下悲哀给你们 因为我即将面对这么大的一个痛苦 你们将来也会遇到 所以我留下悲哀给你们 没有 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界 所赐给你们的平安 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来看 耶稣所说的平安 耶稣所说的平安到底是什么 他说有两种平安 第一种平安 就是世界的平安 什么是世界的平安 就是身体没有病痛 心中没有烦恼 人际关系良好 家庭幸福美满 经济自给自足 社会没有暴动 没有天灾人祸 我想任何一个人 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 我们都很平安 问题是我们并没有活在 这样的光景的里面 我们身体会生病 我们心中会有烦恼 我们人际关系会起冲突 我们的家庭婚姻会不美满 台湾的离婚率在亚洲是非常高 已经是排行的第一名 我们看到经济自给自足 也不是我们能够定的 一个新冠肺炎病毒席卷全球 造成全球经济的大衰退 影响了多少人的经济跟财务 同样的社会没有暴动 我们看到美国的黑人暴动 对社会带来很多的不安 没有天灾人祸 但是我们看到有蝗虫之灾 我们看到洪水之灾 我们也看到战争的威胁跟阴影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并没有办法像这个世界 所要赐给我们的平安 在这几样我们都可以得着 因此耶稣说 这就是世界给你们的平安 那世界能够给我们的平安 就是像铁达尼号给我们的平安一样 1912年铁达尼号首航横跨大西洋 那么不幸撞到冰山 然后沉入海底 那这个为什么我要特别提他呢 因为在他首航之前的宣传的里面 他说铁达尼号也称为平安号 那这一艘船的都得享平安 因为这一艘船是永不沉默的一艘船 为什么他们在宣传的时候 会说这一艘船是平安号 这一艘船永不沉默呢 因为他们很有把握 他们在造船的时候 他们用了三重的推进器 它是不容易故障的 不容易在大海中就故障就下沉 同样的他也宣传说 我们的这个船舱 是用最安全的材质打造的 所以一旦有一个船舱进水 另外一个 我们封住是不会持续的进水 是很安全的 那这就是所谓的铁达尼号 它代表了世界能给我们的平安 就是用最好的材质 用最好的推进器 然后相信它永远不会沉默 却没有想到撞上的冰山 船身断裂就下沉在海里面 所以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平安 是没有办法 我们百分之百有这样的平安 因此你会发现 耶稣就提出了另外一个平安 我们叫做耶稣的平安 那耶稣的平安到底是怎么样的平安 圣经里面的平安又是在讲什么 我们给他下一个简单的定义 所谓的耶稣的平安 如果一个简单的定义呢 就是全人获得上帝拯救的一种健全状态 即使在苦难中仍然享有心中的平安 我再念一次 因为这个定义太重要了 这是真平安的定义 就是全人获得上帝拯救的一种健全状态 即使在苦难中人享有平安 是心中的平安 好 那这个定义里面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是全人的平安 全人代表我们的身 心 灵 群 我们的身体没有病痛 我们的心里面没有烦恼 我们的灵里面能够认识这位 创造我们 爱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群体关系都非常和睦 那这就是全人的一种平安的状态 第二个重点是上帝拯救 也就是说一定是出于上帝的拯救 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拯救 上帝拯救是什么意思 就是让我们走错路的人 能够因着上帝的拯救 能够走在对的路上 这就是所谓的上帝的拯救 让我们从走错路 变成走对路 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经历上帝的全人的一个医治 那第三个就是健全 那这个健全呢 就是叫完整 那用一张纸来说 那这张纸非常完整 没有任何的撕裂 很完整 那健全 真正的平安 是一种健全的状态 就像这张纸这么健全 可是呢 我们活在人世间 总会遇到很多的苦难 打击痛苦 我们的婚姻关系 我们的人际关系 我们的财务状况 我们的身体的健康 好多好多的问题啊 都会席卷我们 让我们没有办法 保持这个完整的平安 所以每次这些打击来的时候呢 这个平安就被撕裂 这个平安就被撕裂 所以我们没有人 能够靠自己 面对这些痛苦的打击 仍然能够保有 这样的一个平安 所以这叫做健全 健全就是一种完整的状态 到一个程度 这个完整的状态 到一个程度 就是即使遭遇 许多的打击 苦难 痛苦 他仍然可以享有 心中的平安 那这就是 耶稣的平安 所以耶稣说 在世界上 你们有苦难 但是呢 在我的里面 你们有平安 这是真的 我们在哪里 可以找到真平安 在耶稣的里面 我们可以找到真平安 我用台风来描写 可能大家就更能够了解 台湾是一个 常常会遇见台风的地方 在强烈台风袭击的时候 哪里最安全 因为它会摧毁许多的道路 许多的防射 许多的树木 所以哪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答案就是台风眼 台风眼是最安全的地方 台风眼是晴空万里 台风眼外面是 就是暴风雨 暴风圈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遇到强烈台风 来袭的时候 哪里是最安全 最平安的地方 就是你要在台风眼里面 你就最安全 最平安 所以我常常也会跟一些人分享说 耶稣所给我们的平安 就是台风眼的平安 你只要在耶稣的平安里面 外面那些强风暴雨 吹来的时候 你都是很平安的 外面是乌云密布 里面是晴空万里 你要不要这种平安 我觉得我要 我太需要了 所以你会发现 世界给你的平安 就是铁达尼号的平安 没有办法保证我们永不沉默 没有办法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 但是耶稣给我们平安 百分之百挂保证 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就一定会拥有这个真平安 所以这就是何等好的消息 那问题就来了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着 这样子的一个真平安 我相信大家都想要得到 因为平安是所有人 心里面最大的渴望 那我一定要得着 我希望我们中间 还没有得着的朋友们 也能够得着这样的真平安 圣经里面得着真平安 很简单 很简单就一句话搞定 你要认识上帝 就得平安 福气也必临到你 我超喜欢这句经文 所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这个经文你带回去 你就会得着这个真平安 好 我们来念 你要认识上帝 你要认识上帝 就得平安 福气也必临到你 再念一次 你要认识上帝 就得平安 福气也必临到你 把你改成我 我要认识上帝 就得平安 福气也必临到我 太棒了 对不对 我要认识上帝 我就会得平安 而且buy one get one free 买一送一 还会送你福气包 我的意思是说什么 就是说 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上帝 我们不但会有平安 而且上帝的福气 会不断地涌向我们 所以这是非常棒的一句话 我希望我们所有人 都能够记下来 我要认识上帝 就得平安 福气也一定会临到我 讲的斩钉截铁 一定会发生的 绝对不是参考用的 好 那我们就要来问一个问题 那我怎么样子认识上帝 如果圣经告诉我们说 认识上帝 得真平安 那怎么样认识上帝 有三条路 可以认识上帝 第一条路 就是透过受造之物 透过受造之物 透过受造之物 就可以认识这位上帝 我们看一下 当我们看到这个壮丽的宇宙万象的时候 我们心中一定会起了很大的敬畏 对不对 哇 时代是太壮观了 那这是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象 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自从造天地以来 上帝的勇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 虽然是我们肉眼不能够看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叫人找不到借口 来否认上帝的存在 所以如果你说 我来到这里 我感受不到上帝的存在 那我就建议你 常常抬头看天上的星星 看天上的银河 你会发现 当你在那个里面 你一定会很深地感受到 上帝的勇能跟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 那为什么你现在不知道 因为有障碍物在你的心中 所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就是第一位 踏上月球表面的人类 就是阿姆斯壮 那阿姆斯壮呢 他踏上月球表面 对他有什么影响 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不只是他说的那一句话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小步 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这句名言 其实对他个人的生命 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他说了下面的话 他说 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 对一切事物 都用科学方法验证 至又受唯物主义的教育 受其影响 染上了唯物论的偏见和成见 这一次我登上月球 看到了宇宙的一部分 就以惊叹大千世界的壮阔宏伟 一个学科学的人 一个唯物主义挂帅的人 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 当他踏上月球的表面 看到满天的星空 他接着这样说 我感觉到 人类智慧是如此的渺小 从所观察到的错综复杂 千奇万妙 有条不运的秩序中 我凭良知推断 没有一位创造者 统治者统筹规划 是绝对不可能的 现在我不得不抛弃 唯物主义的偏见和成见 坦率地承认 宇宙有他的创造者上帝 这是一位 第一个踏上月球表面的人 所说的话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生命 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他的眼光有一个很大的翻转 就是从不相信有上帝的存在 到相信有上帝的存在 圣经他又告诉我们说 创造这个宇宙万有的上帝 他创造的宇宙和其中万物 是天地的主 他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来服侍 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 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我们的生活行动存留都在乎他 我很喜欢这个经文 因为我以前也是拜偶像的 但这边说 这位上帝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庙域里面 也不需要人家提供供品给他 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反倒将生命气息万物都赐给我们 这就是我以前很深的一个感受 这是我以前也拜很多 我是观公的义址 拜观公的 我是妈祖的信徒 所以我进过妈祖的庙 我是一贯道的道亲 所以也参与在一贯道的典礼里面 我是佛学研修社的社员 对佛学也有研究 所以基本上我的宗教经验 研究算是不错的背景 可是就偏偏不认识上帝 这就是我的问题 所以要让我能够相信 上帝的存在是不容易的 但是我要在这里要说明的是 当我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或者否认上帝的存在 其实是否认自己的存在 所以我们中间 如果你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你是唯物主义 理性主义 怀疑主义 你觉得没有了 有的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这个世界 那我要劝告你 你如果否认上帝的存在 其实就是否认自己的存在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生命是他所赐给我们的 所以当我否认上帝的存在 就是否认我的生命的存在 我就不存在了 我的生活 我的行动 我的存留 都是在乎他 如果他把我的生命气息拿走了 我今天就马上从地球上消失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 我们否认上帝的存在 就是否认自己的存在 所以我以前就是这样子 这是我的经验 你会发现 有一次我收到一张图片 就是给我很大的一个震撼 就是有上百尊的偶像 被抛弃在一个草坪的上面 然后大家看到 怎么那么多偶像 被抛弃在草坪上面 他就想要把他移走 他就不敢去移动 因为很怕偶像生气 所以要摆桌子 要献上贡品 然后才能够请他走 有时候我看到这种现象 我心里面就觉得很忧伤 就说这些偶像是人造的 那我们人为什么要怕他 那种感觉就出来 所以实际上告诉我们说 真神造人 假神人造 所以我想到我自己 我就觉得非常的感恩 因为以前我拜了很多的偶像 那我在台北荣民总医院 当实习医生的时候 我去传福音给病房的病人听 我就劝他要信耶稣 要认识这位创造他生命的上帝 他说我不可以相信耶稣 我不可以相信上帝 我说为什么 因为我是关公的义子 我听了我心里面忽然就有个冲动 想要跟他讲说 那我就是你阿公 因为我很早就成为关公的义子 你现在才被说作关公的义子 那我应该是你阿公 不只是阿公 可能真祖父 但是我不好意思说了 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说很多时候 我们并不认识这位上帝 我们拜了很多的偶像 像我以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受造之物 来认识这位上帝 然后我们可以得真平安 第二条路 我们怎么样认识上帝 透过耶稣基督 那圣经上讲得很清楚 透过耶稣基督 可以认识上帝 为什么 因为圣经上说 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耶稣将他表明出来 没有人看过上帝 为什么 因为上帝是光 你如果真的看到上帝 他的大光照你的时候 如果不是他的恩典 我们会见光死 因为没有人能够 直视上帝的荣光 就好像没有人能够用肉眼 直视太阳光一样 你一看到太阳光 眼睛就瞎掉 如果一直看 没有任何保护 所以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耶稣将他表明出来 所以耶稣不是普通人 耶稣不只是好人 不只是伟人 不只是圣人 他就是上帝 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他是上帝荣耀 所发的光辉 是上帝本体的真相 你看到耶稣就好像看见上帝一样 所以他不只是好人 伟人跟圣人 他就是上帝 那他来到人间做什么 他来到人间 就是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洗净了人的罪 洗净人的罪 他来到人间的目的 就是洗净人的罪 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罪会破坏了上帝 跟人的关系 切断了平安的源头 使人活在没有平安的光景中 上帝是平安 上帝也赐平安 他是平安的源头 但是罪会破坏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就切断了这个平安的源头 我们就活在没有平安的里面 举个例子来说 大家都更清楚了 有一个非洲土著的民族的人 他们到文明国家来观摩学习 就看到 为什么每个家庭打开水龙头 就有水出来 然后按电灯的开关 就有灯光会照出来 他就买了水龙头跟电线开关 回到非洲土著民族那边 然后就装上在墙壁上面 然后想说开采 怎么没有水 按下去怎么没有电 因为那个土著的部落 根本就没有水源跟电源 所以一个没有水源的水龙头 是没有水会流出来 没有电源的电线开关 是按不出灯光出来 同样的当我们跟上帝 这个平安的源头切断关系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平安的 就好像非洲的土著部落的人 他没有水源没有电源 当然就没有水没有电 同样的我们因为最破坏的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我们就切断了平安的源头 我们就活在不平安的里面 用新冠肺炎病毒来讲解 可能大家更清楚 我们知道新冠肺炎病毒席卷全球 我们可以这样说 新冠肺炎的病毒如何感染人 使人失去平安 那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那一个被新冠肺炎病毒感染的人 他一定活在死亡的威胁里面 同样的一个被罪的病毒感染的人 他也是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 那你怎么知道 你有被罪的病毒感染 那我们做新冠病毒的检测 我们可以知道 他有没有得到新冠肺炎的感染 那罪的病毒感染的时候 我们怎么知道 我教你两个很容易的检测的方式 你就可以好好的自己检测一下 一个被罪的病毒感染的 会产生两种的症状 第一个症状就是不承认自己有罪 就像我以前一样 我以前当我在路上看到那些 基督徒穿着白衣服说 我是罪人 要信耶稣 我走过去我就嘲笑他们 你是罪人 我是好人 所以我根本不会信耶稣 这就是我以前的光景 因为我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 你们这些罪人需要耶稣 我是好人 我不需要耶稣 所以我不承认自己有罪 那这就是典型被罪的病毒感染的症状 所以当你说我没有罪的时候 就表示恭喜你 你被罪的病毒感染了 那这就是我给你们很快的检测 很快的检测 因为呢 这个罪是其实是席卷权人类的 我们看到社会的媒体在报道 你就马上知道这席卷 大人小孩什么都会席卷的 你会发现很多次我们就这样 不承认自己有罪 直到证据拿出来才认罪 今天很多人的光景是这样 你问那些在监狱里面的人 有一个牧师到监狱里面 问那些犯罪人说 请问你为什么被关 我也不知道 都被人陷害的 所以从这边第一间 问到最后一间都说我没有罪 都是被人陷害的 就很典型被罪的感染 所以你说 你有没有罪 我要你检测 你愿不愿承认自己是有罪的 这不简单 要我们认罪不简单 简单我就问你 从来没有说过谎话 请举手 没有人敢举手 因为一举手就是说谎的 就这么简单 检测都很简单的 没那么复杂的 第二个被罪的病毒感染 还有第二个症状 就是不懂得感谢上帝 不懂得感谢上帝 都是靠我自己努力得来的 为什么要感谢上帝 上帝帮了我什么 我都是靠自己从小到大 我都打拼上来的 我为什么要靠上帝 都是我自己获得的 所以他不会懂得感谢上帝 他不晓得他的生命气息 是上帝给他的 他有智慧 有聪明 有力量去赚钱 都是上帝给他智慧 聪明 力量 他才能赚钱 他都搞不懂 所以这是典型的 被罪的病毒感染的 第二个症状 这种人 我们知道他是什么 骄傲的人 你不要定我的罪 说我骄傲 其实在圣经里面很简单 骄傲的定义 就是不懂得感谢上帝人 就是骄傲的人 这么简单 你越读圣经就越了解 你不懂得感谢上帝 恭喜你 你就是骄傲的人 你不要否认 你就是骄傲的人 因为上帝给你生命气息 让你能够赚钱 能够生活 你都不懂得感谢他 你不是很骄傲是什么 所以呢 我今天用圣经的真理 要戳破 谎言 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活在真理里面 我们就会因为真理 得着什么 自由 得着平安 所以耶稣一定要来做这个事情 就是洗净人的罪 他怎么洗净人的罪 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他用担当我们的罪 来洗净我们的罪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什么 平安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本来应该被刑罚的 他替我们承担 所以他承担了我们罪的刑罚 恢复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从赐平安的上帝 得着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就得一致 这么好的消息 白白的恩典 不需要 透过积功德 天香油钱 你就可以得着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 去做那个事情呢 你只要相信耶稣 为你所做的 因他受的鞭伤 我可以得平安 那我们的杨清波弟兄 跟赵金莲姊妹他们夫妻 受洗 站在这个台上 穿着受洗袍在这边做见证 那我就要提到 他们婚姻的不安 怎么样子变成平安 我觉得我每次想到 他们婚姻的不安变成平安 我就非常的感动 那他们两个人呢 其实彼此是很爱对方 但是呢 因为个性跟看法不同 所以常常会起争执 然后呢冲突 甚至吵架 那波哥 我们常常称到波哥 波嫂 那波哥呢 他是拜官公 拜得很虔诚 他会通灵 他也会写符咒 所以他每一次 跟太太吵架的时候 总觉得 太太的灵被卡住了 所以都勾不通 所以他就跟老婆说 我绝对你的灵被卡住 所以我怎么样跟你讲都勾不通 老婆很生气说 什么我的灵被卡住 你的灵才被卡住 你用话语伤害我 你都不知道 两个就吵起来 对不对 那有一次呢 在高速公路 开得很快的时候 在车子里面吵起来 今年姐妹呢 气得半死 要打开车门就跳出去了 死得算了 不要再看到你这个老公 你看 他的心是很大的受伤 对不对 还好没有跳出去 所以现在还活着 你要知道 这就是当时他们吵得要命 但是感谢主 他们有机会认识了耶稣 耶稣就把他们的婚姻的不安 变成平安 他们认识耶稣以后 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医治 他们现在的关系是非常好 虽然偶尔还是会有一些争执 但是基本上 比当时要跳出车外呢 是更好太多了 然后呢 波哥他的妈妈 是传统的民间信仰 是拜得很厉害的 但是呢 牧师跟波哥说 你要受洗 要跟妈妈打招呼 医生说你要信耶稣要受洗 他心里面很挣扎 因为妈妈是传统的信仰 那我如果信了耶稣就不能拿相拜 那他就不让我信耶稣 所以怎么可能呢 但是他还是鼓起勇气 跟妈妈说 阿母啊 我现在要来信耶稣了 那你感觉怎么样 阿母说什么 只要 你阿母 不要再忘记 信什么都同样 这个妈妈没有反对 她只希望看到 他们夫妻两个不要再吵架 那耶稣有没有帮助他们 不再吵架 有耶 所以呢 你们阿母 不要再忘记就好了 感谢主 亚首 就帮助他们 让他们 阿母 不再继续忘记 哇 这不简单耶 谁看得最清楚 他的孩子 他有三个孩子 从小看父母的互动 都印象非常的深刻 对不对 所以后来孩子看到 我爸爸妈妈信耶稣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医治之后 哇 他们关系 哇 非常的棒 所以三个孩子 相继信了耶稣 感谢赞美主 他们全家都得着平安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耶稣 他来到人间 洗尽我们的罪 然后让我们能够彼此认罪 然后我们可以得到医治 这样的消息好不好 您说好不好 当然是好 对不对 所以不要只说好 要接受 第三个管道 认识上帝得正名 还要透过祷告祈求 透过祷告祈求 圣经上说得很清楚 对不对 应当一无挂虑 凡事 只要借着祷告祈求 带着感恩的心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 上帝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 我非常喜欢这个经文 所以每一次我有重担 有压力 有焦虑的时候 我就一定要祷告祈求 因为我知道上帝说的话 是一定会实现 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重担 把压力卸给他 他一定会把平安赐给我们 那怎么样子才能够在耶稣的里面 很简单 就是相信他 就是相信他 淡淡地相信耶稣 他除去地洗尽了我们的罪 恢复了我们跟上帝的爱的关系 连结于平安的源头 这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他在我们的生命中 他的大能会帮助我们 我们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他 他会承担我一切担不起的重担 让我们心里面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跟喜乐 就好像我们去洗车 那车子外面那个刷子 啪啪啪打过来 对不对 那水啪啪冲过来 你有没有平安 有 因为你在车子的里面 你就会有平安 你如果在车子的外面 你就被刷子打得昏头转向 就被水冲着全身都撕掉 对不对 同样的你遇到这些台风 出现的时候 你只要在台风岩里面 你就有平安 所以我要讲的是 你只要在耶稣里面 就有平安 那怎么样在耶稣里面 就是相信耶稣 他救我们 所以我刚刚说 平安是全人经历 上帝拯救的一种健全状态 即使在苦难中 仍然享有心中的平安 耶稣 他给我们平安 是全人的平安 是一个让我们 不会被苦难打倒的平安 这么好的消息 我相信今天 一定很多人 会决定要相信耶稣 得着这个 从天上来的真平安 我们低头 我们来祷告 亲爱天父 我今天奉耶稣 去的圣明 释放你医治的大能 跟恩高 高膜在我们 有病的地方 主啊 让你的全能的医治 能够临到我们 有病的地方 让所有生病的地方 无论是眼睛 无论是耳朵 无论是肺部 无论是喉咙 无论是肝脏 无论是心脏 无论是肾脏 无论是肠胃道 无论是妇科的病 无论是社护腺 主啊 无论是密尿道 主啊 我们相信全能的神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主啊 现在你就施行医治 施行拯救 让所有疾病的权势 在你面前 全然的退去 主啊 让我们的身体 也可以得享平安 我们心里面 没有平安的 你现在也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内心 也充满了平安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我们再次呢 让荣耀 给给我们的神 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里 愿赐平安的神 谁是谁在 赐给你们平安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